一路以來 誰曾經沒放過錯 漫漫人親王 大家好 我是大陀阿琪 我要很認真的 很隆重的 跟大家來好好介紹一下 我的偶像 哈囉 大家好 我是Riota 哎呦 她的聲音要這麼低沉了嗎 偶像你好 不要再叫偶像了 你今天完完全全是 我聽到你的歌一出來的時候 甚至我看到你的照片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的天啊 你做了什麼事情 怎麼你變帥了 所以我之前不帥嗎 我覺得之前還沒有現在的帥 所以你最近做了些什麼 Maybe 就是曬多了太陽 整個人變得比較黑一點點 就受過一點哭了 經歷過滄桑了 所以之前的生活過得很好嗎 你要這樣子講 特別的好 疫情前 OK 那我知道說 在看這個復讀青年的時候 然後呢 也有看到一些訪問 就是你也是拿著 不是藍色身份證的 嗯 是是是 紅色IC是因為我在日本出生 然後很小的時候就來到馬來西亞 不過我記得很小的時候 其實我跟媽媽都有 每90天就要出境 然後再回來 每90天要出境再回來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有身份證的問題了 在4歲到6歲的時候就一直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一個就是安定的一個地方 所以小的時候是很不安 所以我在看這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的共鳴跟為他們 覺得很可惜的 無奈的 難過的 對 那請問現在就是片山兩泰 有沒有覺得說此刻 或者是來到這個階段 你在做的事情 是真正對的事情 其實這次去了台灣之後 發現到自己有很多的地方不足 成熟度也不在 所以這次回來 其實給我的打擊是蠻大的 就在想 我怎麼可以除了音樂的部分 跟著上我的整個人 整個人的狀態 講話的方式 或者自己carry自己的方式 好像離他們很遠 就發現到說 我們好像缺少很多東西 接觸的文化 他們的藝術 或者是他們講的 看的書 他們從小就是有很多這樣子的教育 文化差異太大了 或者是智慧的接受也差太多了 可能是因為看到在那一屆很厲害的人 的時候就feel到 就算我入圍也好 我覺得好像 還可以再努力 對對對 ok 你能不能輕唱一小蛋一路以來 來給我們看的親眾朋友們 好 ok 一路以來 誰曾經沒放過錯 一路以來 只好從頭領悟 這就是人生 讚讚讚 棒棒棒 很難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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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